我是全台灣最會吃ETF豆腐的分析師 你看我們今天00940年成分股 神機果然就展停板了 同志長 這是頭姓麻婆臭豆腐 這個麻婆臭豆腐好香喔 這是外姿臭豆腐 這臭豆腐哇真的好臭 而且好高好大好多 你多高啊 170 170喔好真不錯 來 同志長這是自營商記粥豆腐 這幾豆豆腐怎麼看起來很像臭豆腐一樣 真的我是全台灣最了解賞戶心理 最會吃法人ETF豆腐的分析師 你不相信嗎 看我們今天粉絲的見證 幾千位幾萬位的粉絲 看到我們節目精彩的點了沒 我們這邊肥環驗瘦 不是我們這裡有各式各樣的臭豆腐 絕對可以從豆腐裡面 從成分股裡面選出最標的標股 不相信嗎 請看今天的榮耀花街 大家好歡迎收看榮耀花耳街 我是主持人 Coco今天是3月20號台股下跌72點 收在19,784點 投資人等待聯準會政策會議的結果 美在殖利率大幅下跌 能源股科技股領漲 但是美在殖利率三大指數全數收漲 台股則是受到ETF成分股走高開高 大漲了百點 衝到了19,994點 AI股受到輝達的帶動走洋 核碎 光寶科 人保洪基皆有表現 後續盤勢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 選股冠軍紀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粉絲人數最多 銀行獎座 常常爆滿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澤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這個豆腐 投資長在吃什麼啊 吃豆腐啊 最會吃ETF標股豆腐啊 吃那些法人豆腐好好吃喔 很好吃 這是頭姓麻婆豆腐 還有頭姓麻婆豆腐可以吃啊 照樣吃940 919全部吃 這是外資臭豆腐喔 好辣 這豆腐好臭 這豆腐好多 也好高 你多高啊 170 我們之前摸的就是美女多啦 標股也多 好辣 自營商聚州豆腐 自營商 你講我臭人家 自營商聚州豆腐喔 這個沒有瘦豆腐喔 可是聞起來臭耶 真的 我們這裡有各式標股 肥煥驗獸 喔不是啊 是有各式臭豆腐 各式豆腐 各式法人豆腐 通通都有 你們就記得來找哲哲就對了 真開心啊 今天成績又暫停了 首長太多美女了 為什麼沒有我呢 為什麼沒有你喔 你不覺得那個 因為我那個錢用完了 錢用完了 沒有預算了 沒有預算了 所以我就不找 不找我了 不讓我穿旗袍了 對不需要 預算用完了啦 沒有我知道 你還有錢 你趕快回去 你趕快回去 真的是啊 這個 跟妳講 妳講看 今天講什麼 跟妳講今天台股漲了 最後是跌啊 是我們的股票漲 好 只有我投資長的股票漲 這種專業的呢 交給我就可以了 因為呢 我們通通都有00940的成分股 很多檔都噴出去了 到底誰比投資長還會吃ETF豆腐呢 現在報紙啊 媒體啊 都在報要吃00940的豆腐 但是豆腐吃了又吃吃了又吃 最會吃00940的豆腐 就是投資長0了 因為呢 成分股當中裡面的神機 我們的神機 戰線神機了 創下歷史新高 盤中呢 直接空上了漲停板 還有 周美金昨天漲停 今天再創兩年新高 00940之光的群光喔 今天已經連期漲了 再創歷史新高 我們選到的呢 成分股通通通通都是創新高 還有00939成分股當中的新興 上漲也是創了快7個月的新高 另外呢 還有我們的小紅海華漢 今天是一路走高 創下歷史新高了 大漲超過6%了 我小紅海華漢 你現在就把我接海了 我節奏怎麼辦 你又來了 女生那些旗袍的豆腐都被你 豆腐沒你都被你趕走了 都被我趕走了 你又給我破梗 這個主持人真的是 你又找他們就好了 這種很專業的 他們機不起來啦 那我會問一下投資長 投那個ETF的豆腐 我們可以吃到什麼時候 如果還沒上車的 現在還來得及嗎 現在來得及嗎 我先跟大家講 當然來得及啊 來得及 好幾天 還有至少8天 對 7天 7天嘛 7個交易日 還要買啊 今天應該要買很多啦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你看今天來 大家的留言是不是說我很厲害 一定是啊 不是喔 今天留言是背後好美 跟你沒有穿旗袍 是不是公讀生 最辣是美女 旗袍是公讀生 旗袍的確是公讀生 是模糊的 正直生不是公讀生 他們很正直 好辣喔 剛才臭毛好辣 吃太多豆腐了啦 神機出現神機 哲哲真的神准太厲害了 謝謝你喔 Luke Luke是誰啊 應該是我打錯字了 Coco啦 Luke好不好 腿很漂亮 來 前往的美女可以留下來 豆腐 厚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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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 可能要 filtered到他們吃飯 那個午餐要給他們三千塊 Jap 來 好神喔 神仗来 沈ellen要好好笑 最會吃豆腐就我啦 知道嗎 各種豆腐 肥還厭壽都有啦 這跟大家講 所以你居然都跟你先揭開牌 先不要講法蘭豆腐 講我自己的豆腐就好了好不好 是不是紅海今天有拉 是 紅海拉怎麼辦 你有沒有紅海 沒有紅海 沒有紅海怎麼辦 小紅海 來小紅海在這邊 你有沒有看到 今天紅海拉上去 我們叫你說不一定要買 是啊 我說紅海裡面有兩檔股票 有新興的 實力率比較高的 對 是不是 是 這個都有講過 來來看一下看一下 那個實力率比較高的股票 等一下喔 賤了 有有有 華漢跟那個 請四角趕快傳給我 金鼎電池嗎 欸對對金鼎電池最持久 嗚 等一下喔 好沒關係 在這邊啊 氣死了 華漢啊 那時候我是有講華漢 跟誰 跟金鼎 跟金鼎嗎 沒有錯嗎 嗯 那你可能說 扯扯 華漢就有斬 你就是華漢有 啊金鼎 喔 金鼎很重要 金鼎喔 喔 其實 金鼎代碼是多少 64144 好 3413 3413記起來 3413沒有斬就說沒有 欸不是喔 昨天華漢跟金鼎是都長 嗯 沒錯吧 那為什麼我買比較強的華漢 因為哲哲是最會吃豆腐的 因為哲哲是最會吃豆腐的 現在是最流行的什麼 高股息ETF啊 是啊 高股息ETF我當然要買啊 那高股息ETF裡面它成分什麼 是高股息啊 你怎麼知道華漢 華漢跟金鼎不會列入高股息呢 你要有這種想法啊 是不是你看神機百言是高股息 排前進幾名呢 現在買一買變成殖利率沒那麼高了 是不是 你看我看殖利率好像變3%而已啊 那你看這邊4%的金鼎是比較好 是不是 來看一下 所以你看你可能不敢相信 我們來看我們今天的華漢 華漢 來看一下 唸一下我昨天是不是就寫這個簡訊了 要把它蓋住 昨天它斬9%還8% 沒錯 你如果昨天看我同步你就知道 那個是華漢 就華漢 那是華漢不是什麼 不是什麼金鼎 我昨天就講了 我們恭喜唸一下 好的3月20號今天的簡訊 恭喜小紅孩6414華漢股價大漲快5% 創下5年多新高 手上持股獲利續爆 好了我們講華漢 你就可能比較聽懂好不好 華漢是不是漂亮 漂亮來看一下 漂亮來看一下 知道講一點沒有 來 等一下喔 華漢來來這個東西都一樣 等一下淡姐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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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我講過 那時候我講過什麼 這個圖 三字卡我把它變顏色 來看一下 那時候我是說那時候是藍色的 我說我不漂亮 我說我要換的 我那時候是兩個信號 金鼎跟華漢 那質地率誰最高 是金鼎嘛 可是我反而要華漢為什麼 這就是選古技巧 可是兩個差很多 那為什麼 因為華漢比較有AI題材 是不是 你看吧 這兩個是不是都很強 對 這兩個都很強啊 所以我從殖利率的題材告訴你 為什麼的華漢是最強 因為我有打信號有沒有看到 有 然後華漢金鼎兩個都4.3以上 為什麼會選華漢 這就是專業信號其他AI股的搞量 他是AI的 聽懂嗎 他是AI股 而且他的EPS其實成長很快 懂不懂他是成長性的股票 他不只是說一個高股率的股票 他是成長性的股票 懂嗎 所以你要懂我邏輯 這是我懂我邏輯 而且這邊我不是我要臭媒啦 今天是不是 是不是所有人都說他們很會吃豆腐 是啊 你有沒有看到是PTT 是不是討論說我要吃豆腐 我要吃豆腐 對 對不對 全台灣最會吃法人豆腐是誰 投資長 是我啊 我早就說過以前MSCI 我就看到MSCI生效 日子我就賺幾千萬 你有跟你開玩笑的喔 你看我今天氣死 我今天0099一開盤的時候 哇賺了100萬 結果跌下去 哇變成賠錢了 那我是不是一開始買神奇就好 是啊 可是我能品啊 我不只有神奇 有奇蹟 還有能品啊 不眩買那些股票 不是不眩 我不能買啊 我跟你講說 不擔本醫師真的少賺很多錢 這樣相信了吧 相信 因為就連結性來講的話 雖然00940吃00940豆腐 要買00919 可是我不如去買00940裡面的成分股就好了 而且是最連結的成分股嘛 最有關係的成分股有沒有 這個昨天都講過了 所以吃了豆腐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今天也留言一下啦 最會吃豆腐是誰啦 好不好 來 來這邊 不要口口了 超有梗 謝謝 豆腐吃到飽 來這邊留言 看一下有什麼問題 我們今天留言一下好不好 來來來 有個巴莉莉買919 難怪被狙擊 來 919跟見證神機要到什麼時候 這個環球付這個是 這個就是 不是我會員喔 是會員都不用擔心 因為神機我要出 我一定是跟會員講啊 好不好 919我會出 我當天 原登上當天會跟你講 一兩個月內 我們要抱殘的好不好 好不好 頭戲還沒買919 好不好 外資一直賣怎麼辦 我看今天外資 外資當然就土洋對坐啊 來 外資賣超269億 頭戲買超159億 頭戲還沒買啊 所以頭戲完全就是正確啊 所以現在真的進駐啦 而且說外資賣怎麼辦 你是不是知道前幾年 外資賣了1.2兆 大前年跟前年賣1.2兆 會笑死那些外資 績效很好嗎 要賣就賣喔 又不是靠那些外資 拱起來股票的 對啊 你聽得懂嗎 所以平常心就好 到時候要求老師買盤 對不對 這一波最強的是頭戲 每次在最低的人 都頭戲在買 好不好 所以我們跟你講 藍額單自強 散戶單自強 940豆腐吃到飽 台股吃到2萬 不是不是這樣不是 今天標題就是 來 那個 這個標題幹嘛 我忘記了 手跟豆腐有關 是跟豆腐有關的 那個 不是啦 好啦我們今天來 我們今天留言 沒關係小韓 小韓你今天是很想唱豆腐是不是 你唱一下 好不好 你唱一下 畫面先給我 你唱一下會不會唱 OK沒問題 唱豆腐大家最愛吃豆腐 好 我不賣豆腐 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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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武工學校裡 學的那叫功夫 功夫 功夫 這時候覺得你們的大俠 唱得不錯 好不好 唱得真的不錯 我們今天要留言 留言是什麼 最會吃投信豆腐的投資長 最會吃 最會吃 ETF豆腐的就是 泽泽 好不好 好不好 今天要留言 最會吃 ETF豆腐的就是泽泽 好不好 幫我留言 趕快留言 趕快留言完以後 我再跟你講今天 ETF的標股 為什麼 因為今天很多人成分股裡面 大概十個老師 下午已經有六個老師 六到八個老師 都講九十零成分股對不對 可是只有我的神機最強 是耶 對不對 沒錯吧 所以拜託你們留言喔 最會吃 ETF豆腐的就是泽泽 最會吃 ETF來 最會吃 對 最會吃ETF就是泽泽 沒錯 ETF豆腐 我打不完 你們自己打了 對 最會吃ETF豆腐的就是泽泽 有沒有 謝謝你啊 乾洗版畫面洗下去 等一下單預告 快點快快 快點今天不多的話 我泽泽走了 上電視你喔 上電視喔 最後會吃ETF就是泽泽 我給大家 15秒的時間 趕快打字 等一下 因為今天讓我開心 我告訴你為什麼選神機 好 因為ETF十大成分股是每個人都有 是啊 真的每個人都有 可是只有泽泽講在前面 來 趕快來洗版畫面 給他看下去 這就是見證本事 到現在還有人說 說這些人是什麼 是泽泽公讀生 那叫什麼 那些人 同業講的話你也相信喔 啊公讀生我真的有夠錢 有夠錢 我真的有夠錢 那你真的要參加我 你參加我會員 因為代表公司賺很多錢 為什麼賺很多錢 如果我股票都很差 我公司會賺很多錢嗎 會有那麼多會員收入嗎 不會 所以最疼台灣最會吃ETF豆腐 就是泽泽 這是幾千位 幾萬位的粉絲見證者 我直播能說五千人 那動輒三到五千人 然後點閱率 動輒一二十萬以上的點閱率 看一下洗版畫面 最會吃ETF豆腐就是泽泽 這是大家見證的 好不好 真的會吃豆腐喔 好不好 而且我跟你講我沒跟你開玩笑喔 來豆腐路 找三個女生你們不能說豆腐路 你們看一下喔 別的問題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 你看這洗版有沒有看到 我給你看看 你去搜尋一下 如果你去年到我都有跟著我的LINE LINE AT 搜尋豆腐出現幾次 26次 去年到現在出現豆腐26次啦 26次啦 搜尋一下我啦 在我的LINE AT裡面搜尋一下 如果你有追蹤我一年的話 26次啦 我問你26次代表人是 我是全台灣最會講豆腐 最會吃豆腐的吧 所以現在所有的很多財經節目在講豆腐 不好意思 因為很多人參考我節目 嗯 我覺得沒有關係 他們參考我節目後 然後閃爐也參考節目 然後他們講了以後 然後PTT也講 Dcard也講 同學也講 同學講了以後 大家覺得這是很熱門 所以東升連線人在講 非凡連線人在講 可是不好意思 他們通通學著得 雖然這樣講很臭屁 不好意思 我知道同意很多人看我節目 可是是事實啊 你可以搜尋你的賴一層 你講的豆腐有比我多嗎 我節目有那麼多豆腐 欸豆腐拿走 欸怎麼這樣子靜靜 因為瀰漫著豆腐味 好開玩笑的 不需要啦 所以全台灣最會吃豆腐是我願 搜尋豆腐26次 你可以搜尋每個老師 你就知道誰是豆腐之神 誰是最會吃ETF豆腐的 所以你看一下我們今天怎麼樣 我問你一件事 這張字卡就好了 我打星星是誰 神機 剛才打星星的是誰 華漢 星鼎 現在打星星 唯一打星星是神機 00940成分股每個人都告訴你 有一些人直接告訴你比重 有些人告訴你 當然我覺得這是英雄手接電筒 然後有些人稍微略不同 我沒有攻擊誰 因為是好多人問我 因為好多位老師 有人就跟我一樣 類似一下 或者有人是除以成交量 你知道嗎 除以成交金額 可是這些東西 其實它不是百分之百最精華的 這就是我跟別人差別 你看我是除以購買占數 除以什麼 流通股數 占比 為什麼 為什麼這很重要 因為你股本大拉不動啊 你要成交金額 我告訴你啊 成交金額為什麼不一定準 我們看神 我們看股票 看神機就好了 你看它多的話有多少 6萬張 少的話有幾張 不到1000張 不到1000張 2000張 那我問你 你除這邊跟除這邊有意義嗎 沒有 其實它成交量還是取決於什麼 取決它的資本額 取決它的債外流通股數 你不能找一個連結性 沒有那麼相關的 不能說不對 可是你會發現到 今天唯一講神機 講0090成分股裡面 最標它就是神機啊 是啊 神機 它就是神機耶 你們還在留言喔 這一次一天我就折折 謝謝你們喔 愛你們 就神機 這沒有錯吧 所以你會看到 明明每個人都講0090 每個人端出來不一樣的豆腐 可是我豆腐是怎麼樣 又臭又香又好吃又多 要告訴你怎麼做 你看一下你們不要覺得我在胡扯 你們自己看這張字卡 我故意不改 什麼東西 可是我跟你講喔 我發現一件事情喔 股價越高 是不是占數越少 因為金額多嘛 對 你買10塊買100塊 所以神機 買到多一點點的話 可能變第二名第三名 可是現在不是現在還是第一名 現在占那個比重有下滑 占8% 那我們看我們這個比重裡面最低是誰 是聯發科 知道 昨天我不說聯發科唯一碟嗎 是 你看為什麼唯一碟 來 流通股數 購買的占數 佔流通股數怎樣 佔比 這個比例是最準的 對 你不需要客廳看別的比例 我還是要講一下 因為很多同業分析是看我的節目 那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沒有要批評你 你們不要介意 只是說實話 這個真的比較準一點點 這事實的 你們可以來比較嗎 好不好 你可以看各個老師的 看是不是我的這個邏輯 你可能比較喜歡 也的確神機暫停吧 然後聯發科最弱 裡面哪一格小於1% 除了聯電 就是聯發科了 聯電跟聯發科誰的比重最低 聯發科 所以聯發科昨天是不是跌 是的 神機昨天是長 答案不是出來了嗎 出來了 所以你看昨天怎麼樣 聯發科怎麼樣 跌 你看神機昨天神機長幾% 8% 漢堂呢 39% 再看一下 神機再來呢 漢堂 神機再來就漢堂 這昨天 神機 快暫停 漢堂 今天 唯一暫停的 神機 那不就是比重最高的是什麼 神機 我這表格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所以009事情成分股裡面 每個人都會講 所以我就說我最會吃台灣 最會吃台灣ETF豆腐就是我 是啊 所以你剛才給你拍預告 我是給你開玩笑 同朋友我給你開玩笑 可是我也是認真跟你講 我是讓你記起來 吃豆腐這個名詞是我發明的 吃ETF豆腐這個名詞是我發明的 因為全台灣沒有人在節目上講 吃頭性法蘭豆腐比我還多次 對 要比我也可以比 要比個10萬 100萬也可以比 我每天都講這句話 所以我常常跟你講 今天是結算日馬 結算結算日馬 這句話還是有發明的 我知道你還有錢 這句話還是有發明的 現在連Line都給我拿去的 這波音下折折我 對 太多名言了啦 很多 網路上很多名言 什麼火山是噴出 求勞是買盤 求勞求勞 在求勞裡面跟你求勞 外資準備了啦 因為外資現在想法是說 你們這一群是臭賞戶啦 反正我先賣再說 賞戶來就錯了 我跟你講 如果現在賞戶是一窩蜂買股票 就算了 一窩蜂買ETF還好 為什麼 因為美國大概三年前就有人說 ETF會ETF直亂的 現在不是還好 因為他不會ETF直率一下滑 他就走掉了 ETF大家都教育得很好 就是放久一點 你聽懂嗎 而且我要告訴你 你看一件事 真的很恐怖啦 再看一次 最強是誰 神機跟漢堂 最弱是連發科 比重嘛 這個是放很久 昨天最強是誰 神機跟漢堂 漢堂展聽板 神機快展聽板 有沒有 中美金也是我買進的 中美金也是 是 最弱的是什麼 連發科 今天 連發科繼續跌 是的 然後唯一漲停的 神機 所以你看 每個人都告訴你成分股 每個人告訴你這個比例 可是這個比例 我的黃金比例 這個看起來是最蠢的 是購買山數除以什麼 在外流通的股數上比 等一下 因為我知道很多同學看我 我沒有攻擊你們 只是因為澤澤 真的是實戰派的分析師 好不好 我是告訴你 可是真的神機就OK了 是 我跟你講 我今天還練了我們業務人 就是業務人員練了一頓 我說什麼 因為我直接在留言裡面說 就是給我壓神機 你知道嗎 就是如果有問題的話 就是給我壓神機 你懂不懂 有些新粉絲有意見的話 就給我壓神機 就是這樣子 我說這個明明 因為我說 我的資源是全台灣最多的 我的粉絲人數是全台灣最多的 我還告訴你股票買什麼 我還不是告訴你選十檔股票 那你選一檔 不是就這一檔而已 所以說這樣子 怎麼會現在 怎麼會 還有有些人半信半疑呢 你知道嗎 唸一下下而已 因為業務同仁都很辛苦 只是我跟你講 真的沒有人像我這麼好的分析師 不論是說我對業務 我對你們 或者我對同仁們 對業務同仁 我都是很認真 他們每天打電話給我 比如說 投資長 我半夜12點 投資長有人跟我視訊 我都照樣接電話 我假日都沒在休息 講一講我喉嚨 又痛了 哇又痛了 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好不好 那我也說過 為什麼我要買這次 那我也說過 其實這個給我選擇 你去去講一件事 你去哪個比較有職業關係 是買00940職業成分股 還是買00940有相關的00919 哪個賺比較快 919賺比較快 919賺比較快 還是940 940的成分股 但是成分股 成分股展停版 對成分股 所以那你覺得為什麼我買919 可以吃成分股豆腐 是因為我不能買股票 不然我少賺很多 你看我今天買919 我反正就變賠錢了 可是我不在乎啊 你看我2600萬 我今天買神機 兩天買神機變多少 20% 520萬 兩天520萬 當什麼分析師 一年都要幾億 你自己算 你們自己算 一天一百三十萬 三億多 還不用繳稅 我不是沒有這個能力喔 而且年輕二百萬 只是我部分的資產 很多人說為什麼買年輕二百萬 幫你多一點 我不跟他說嗎 我有家訓啊 我媽媽會看網節目啊 我都幾歲了 他答應我說 他說我不能破譯啊 他說你不要炫富 我說不要炫富 所以我也沒有要炫 所以我自己賺錢我會捐10% 捐的比例比以前少 美債我會捐20% 你知道什麼嗎 因為美債我可能賺一兩千萬走掉 後來發現我稅要繳很多 因為我要先繳那個 國外的好像是最低稅付的稅 好像20% 他在繳什麼 他在捐錢20% 扣20%以後再扣20% 那我根本沒賺多少啊 為什麼賺 可是沒有關係啊 我已經答應你們話說出口就好了 所以這一次 00919為了吃00940成分股 為了吃00940豆腐 我買00919 我贊案會捐錢 會捐10%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會捐10% 我只怕我賺不多 因為一兩個月就要走了好不好 好 一兩個月就要走了好不好 00940成分股 來看一下 在這邊這個比例是最漂亮的好不好 所以真的是很誇張好不好 這位吃ETF豆腐是什麼 是 是豆腐褶褶神奇褶褶 豆腐之丸 沒錯 這位吃ETF豆腐就褶褶 有沒有 神奇讚啦 可以炫富 吃了很多豆腐囉 昨天不是連 今天有買賣919 我不是剛 因為我剛才不是從頭到尾在講這個東西嗎 對 給你們看就對單單 出來了 對單單就有了 有沒有 是不是3月10就好要買 有 有沒有 有沒有 來什麼 來群益台灣金學 有沒有看到 成交兩筆嘛 就2600萬嘛 有沒有看到 是 3筆啦 23499 你好 不好意思喔 有沒有 919 919 那其實韓索一節東 你看099啊 我買的就好是不是 算歷史第二大成交量 是的 那我問你這些呢 很多人是因為我買的 你看我買你也不要急啊 今天怎麼有人就買3%啦 是不是 你不要急啊 這些今天一定很多人進場 很多人進場 又是不是 申購金額變多了 是 金額變多怎麼樣 錢怎麼樣 錢又會再加上來了 砸進去啊 對 所以成分股是不是變有動機了 嗯 是不是 所以這些股票你不用擔心 知道嗎 豆腐豆腐 來 畫面給我 所以吃這些股票的豆腐 就是褶褶我啦 沒錯 那099 大家可以看對淡淡喔 我拜託你們 我的講話你要注意聽 如果連我講話 聽不懂 嗯 那你 最好的方式就參加我會員 是的 因為你不能聽不懂 還要我回答你 這樣是不公平的 對會員是不公平的 我也不可能 一直回答 我明明今天講099 你還說099呢 我買兩千多百萬099啊 我不講啊 為什麼 因為我不能買股票啊 是 因為我 除非我違反法規 你聽懂嗎 嗯 當然法規其實硬性要說他是可以買 可是申購 非常之麻煩 要寫報告 要寫報告 而且我也不想 如果我吃股票的豆腐 我真的比你們先買 我跟你講我一定被人家罵得體無完膚 我不需要賺這一兩千萬 然後被你們罵 只是買ETF沒什麼好罵的 沒錯吧 ETF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投資 就是一個好工具嘛 而且沒有人可以操作ETF 對 對不對 所以我這次買919 就是跟你講 放大概一兩個月內 會走 走的時候告訴你 那買兩千多百萬有看到 香港 是不是賠9萬 然後美債賺470萬 是 是不是這個賠9萬 你看這上面什麼 國泰20年美債 對 跟群域台灣精選 高喜 高喜 這個一個賠9萬一個賺470萬 突然覺得美債比較好賺 不會 今天一度賺100萬 那我告訴你喔 群域台灣精選高喜對不對 這個我是賠了 我請問你 我之前買第一筆美債怎麼樣 也是賠的 對 後來是反賣為勝 是的 我買第一筆台灣50 是賠了快一千萬 還是賠500萬 是被全部人笑到快笑死了 對 我那時候是不是拜託你 吃我豆腐 有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到我真的佛心來的 我每一次買ETF 好幾次公開驗證大概三四次了 都先賠錢再大賺 對啊 老天給你這麼好的豆腐吃你要吃 要啊 所以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是豆腐 記得 可是像所有財經節目在等豆腐 記得 全台灣講過最多吃豆腐的是什麼 是投資長 是投資長 因為你搜尋我的LINE訊息 有沒有 搜尋豆腐 豆腐就26次 從去年到現在的文章 豆腐我就提過26次 26次在有什麼意思 一個月大概提了一個 去年到現在15 大概一年提個兩次差不多 差不多沒錯吧 差不多 15次 一個月至少提兩次吃豆腐 所以大家都用我們的名言 像變豆腐 你想想看大家都用我的名言 你為什麼不找最紅分審師 對啊 我都不懂你在想什麼 這是我要講的好不好 要記得這些東西好不好 你看啊 吃豆腐就算了 公關時報報導來看一下 來 公關時報報導 很快喔 就是經濟公關時報 報紙 那個分析是誰 2600萬是誰 2600萬是誰 摩爾投顧投資長 郭哲榮 我跟你講我沒跟他投了 他沒採訪我 他沒採訪你 他看我節目 可是沒關係啊 反正有點閱率就好 那個雨萍 我不介意 你們不要罵我都沒關係 盡量你用 如果我有點閱率 拜託 踩著我屍體 踩著我身上茶 踩著我身上踏 沒關係 我不介意好不好 所以你看到 所以你看我買個0090 是不是都有新聞 你告訴我哪個分析師 有比我還要新聞 你們不要再講我買新聞了 我買新聞 這個新聞如果是我買的 我給你一一啦 我幹嘛買啦 不用啊不需要 再看一下我粉絲啦 隨便一個直播人數多少 今天3800啦 哇 今天有人講說 這個是什麼假的假的 假什麼假啦 我跟你講我五月打算 大概母親節二禮拜 把它留下來時間 八成會半 反正母親節你要吃飯 你不要留晚上 記得我在早上中午應該是 高雄是 禮拜六早上 台中是 禮拜六下午 台北是 禮拜天早上 早上 這跟大家講 留下來五月十二號 把禮拜 先留八成 我跟你講你看我 折本多少 我最討厭 每天有些說 啊折折是什麼 肯定折折才不對折 有本事跟我對坐 更有本事一點 同業不要躲在螢幕後面 有本事你就直接罵我 讓我告訴你 就我玩友直接打電話進來說 你為什麼不參加選鼓比賽 是啊 真的不需要講那些啦 連這個都說假的 我再受不了 假的是什麼假的 怎麼這麼多人留言 是不是 這麼多人留言 對啊很多人留言 是不是 這怎麼多人留言 這樣看不準 來這樣看 拉起來 這麼多 這麼多 幾百折 是不是 幾百折喔 我到時候你要看我一場演講 一兩千人 我租一個場地要五十萬 嚇死人 我剛才去租小區彈叫了 是啊 我剛才說不要亂開玩笑 我就要打折就打折 可能在WTO或在哪邊 不確定 因為太貴了 還在找地點 沒有我已經確定了 可是我不想跟你講地點 是因為到時候是現場 沒有現場報名這回事 你不能直接去 你要報名才行 演講 看到時候喉嚨 好看行情 嗯 好不好 最近手錶的位置 都被投資產的名條展住了 什麼名條 我不懂 沒關係我聽不懂 來我們先看 成績兩年前買 連長啊 連長謝謝你 這麼多人留言怎麼騙人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真的蠻好騙人 我覺得如果一個分析師 如果這個東西都要造假 真的蠻悲哀的 對啊 沒關係啊 你不相信對不對 你來 你來現場就知道我多少人 可是我不會讓你進去 哈哈 一些不是折粉的 不要來那個亂 第四大法人 折折粉絲 真的瘋神的各大古板 討論度第一 是不是豆腐 豆腐 成績也是一樣 不用各大每天都是啦 所以你看我是不是犧牲自己 來 我是不是要會員買成績 有 我郭子彤自己有沒有砸錢買成績 沒有 想 但有沒有 沒有 如果兩天賺多少 500萬 就賺520萬了啦 520萬 因為一個9%一個10% 就大概20%了啦 因為負利嘛 我少賺520萬 結果今天怎麼樣 對戰單 損益賠9萬 美債算400多萬 一兩個月內我會出掉群英台灣精選 買美債 好不好 OK 神機今天是掌停盤 是的 是不是掌停盤 來 恭喜簡訊 來 3月20號 今天的簡訊 恭喜3005神機 股價尾盤雞拉 噴上漲停 再創歷史新高 投信買超張數佔 佔比在外流通股數最高的股票 首相持股獲利續爆 你還是注意一下神機 因為每個老師 因為很多人都看我節目 看我節目他會做成分股 他成分股又他有看到我這個比例 他怕跟我一模一樣 所以他會用別的比例 那有些人用 有些人跟我說 投資長我看東盛蘭非凡哪邊 他特地問我 我不要講是誰 我也沒看他的節目 他會說購買 他會說有些人用成交金額 成交市值來看 我說這個不對 因為如果用這個對的話 他的表格裡面 一定不會有神機 你聽懂嗎 可是誰最強 你告訴我 所以從頭到尾 你要找一個真正是抓到題材的分析師 不是說看到我節目 才去抓那個題材 那個沒有意思 你聽懂嗎 那沒有意思 我們要去攻擊別人 當然可是問題是 問題是 問題是 他那張表還是可以讓你賺錢 只是我更精準而已 我更精準 我沒有要去批評別人 我還是沒有要批評別人 因為其實我覺得每個分析都很專業 有時候是我對 有時候是別人對 可是這是我完全對 你聽懂嗎 懂 我要是告訴你 那不論怎麼樣 我粉絲就最多 好不好 我是告訴你 當然他們有可能 接下來神機不一定一直長 我也講過了 可是至少這一次 我的邏輯是完全正確的 是啊 而且神機還是會長 除非神機漲個一倍以後 購買單數是只買一半 所以漲太多也不行 你聽懂嗎 這跟大家講 現在大概到8% 可是還是怎麼樣 怎麼樣都比年發科好 沒錯 所以年發科這些東西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來 來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期貨 好現在幾分鐘了 20 20 不是幾分了 一聽最近很緊張 不要再切錯畫面了 拜託你 我昨天剛開會開到幾點 8點多嗎 哇 一直做 因為昨天聲音沒有 一直把他留下來開會 廣告沒有聲音 對 糟糕沒有聲音 昨天不是那個嗎 直播的時候 廣告沒有聲音嗎 廣告沒有聲音 對啊 就是It's over 來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期貨有拉13點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到 像近月起始跌120點 有沒有看錯 它是不是 它是還沒有結算的是不是 是啊幫我看一下 像期貨最新 還是他是轉餐的 近月他 近月起始他沒有換過來 是要給我最新的報價 就這樣子 請是要給我最新報價 我們來休息一下好不好 投信賣超269億 投信賣超160 159 投信賣超269億 這個是錯的嗎 這是你覺得賞戶是最後一批 其實很多人反而覺得這一波太熱了 反而沒有熱 因為那個量也沒有那時候 疫情那時候量 來的 蠟來的多 那時候6000多億 是不是 而且那時候真的一直滾量 所以沒有你想要那麼難做 那等一下我要告訴你這些標股好不好 我再休息一下 我想清楚這些東西怎麼講法 還有什麼新的標股 還有00940成分股標股 我休息一下 我馬上再告訴你更多標股 最會是00940豆腐的就是投資長了 我們選到的標股通通今天都在漲 那麼接下來還有什麼標股 我們可以看的呢 有請投資長 來我們剛才建成法說 我們來請助理來看一下 等一下看一下 剛才有人建成法說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先等一下 小編GG 小寶你不要洗盤畫面 你現在這樣我要封鎖你 你要給每個人一個問題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建築人看一下 世界拉尾盤 明天看他表演 世界還是賺錢 世界賺很多對不對 標股世界 吃豆腐世界跟沒吃豆腐世界 有拉尾盤嗎 有大家很誇張 所以世界也不錯 我跟你講 這拉紅海代表這行情還是很強的 紅海不會只是說只是投信在買而已 代表這行情真的大戶都回來了好不好 除文哲哲 尾創有豆腐可以吃嗎 尾創是00939 939沒什麼豆腐可以吃了 因為今天939還跌比較兇一點對不對 我說過要吃還沒有 還沒有開始的股票 還沒有利多實現的股票 投資長為什麼不能買生機 我不是講過分析師不能買股票 就算能買也非常麻煩 實現過 所以說我買了我賺錢 你們絕對不開心 只要有人賺的比我少都不開心 可是ETF沒什麼好講的 ETF就各評本事的 ETF一堆股票 來 紅海續保才剛開始 SMC要籌增資股 籌200萬股的增資跌10% 那不用擔心 那是因為它增資股 這不就跟資源一樣嗎 資源最近你們有資源的人對不對 可以認股 記得認股好不好 豆腐吃太多痛風發作 還沒有 目前還沒有 謝謝你 這跟大家講 超愛哲哲第一次看節目就迷散了 見準 見準底段時間要再噴 好不好它沒有到那麼嚴重 只是說沒有動 只說雙頭都散去了 好不好我覺得它是有機會散去 好不好我覺得還是有機會散去 來 微星適合加碼 微星可能現在不適合 因為它現行比較稠一點點 有些股票如果你有了是要續爆 可是它不一定要加碼 好不好 它現行比較稠一點點 不能不能你現在要拉起來 確定的時候 Nike的時候 Nike的時候變成什麼唱歌 Like Like Hawaii 對 有Nike的走勢的時候才變 Like Like Hawaii 我跟你講如果陳諺你在我旁邊 他一定像講這一段 他一定把這個學起來 來看一下 這邊 不是 等我一下 有沒有 Nike的時候有沒有 有 這邊在買肥皂 好不好 這種股票 ETF是 是什麼 是那個 ETF是左側交易 嗯 下去的時候 下去的時候 注意喔 是要買 一直買 一直買 可是呢 股票是在右側交易 右側右邊嘛 中心點右側嘛 股票的時候你要確定底部的時候在買 知道嗎 那ETF是看什麼ETF啦 OK嗎 OK 你不是下去 下去0.1元就買 下去0.1元就買 告訴你你很快就買完了 買太快了 建具 建具大一點 那這東西是嗎 我跟你講 見準目前沒有消息 我這裡有講 你看 來啊 見準目前沒有消息 對不對 那你看喔 來外資今天賣了 然後今天期望呢 你看4要多專業 馬上給你 今天多少 增加6188口 為什麼現在才有 因為通常要3點以後才有 2點初具初步的 那個口數增減 可是要用未平章減未平章 是沒有分析師講這個 你要找專業的 哲哲喔 是信手你來 我告訴你 所有的像產業上 產業分析師 或所有分析師 我資料都比他們多 是我跟你講那麼多年 你聽懂嗎 我關於神機我就要解釋很久 你要解釋很多欸 你聽懂嗎 對 其實每個人做表格 為什麼我的表格特別準 所以我要告訴你 我都OK 只是 所以你不要看我信手你來 信手你來都是標果 都是資訊量很大 只是要不要講可深 可遠可淺 這樣差別 然後你看未平章口數最多 所以你要是空單 外資空單 做完了嘛 所以現在有一次來 我講過一句話 結算見什麼 見轉者 還有不必因為結算的什麼 大長而開心 下跌而難過 你及格了 耶嘿 你及格了 那個旗袍妹妹 拜拜 旗袍妹妹 要不要培訓 當那個 培訓他們一下 當分析師 這個出品的一定沒問題 出品是沒問題的 我也可以保證 對對對 都祝福大家 可是這不講是誰 那不重要 因為這樣子 大家各有一片天 來 可是你要不要考慮一下 我考慮一下 剛才那個 剛才最左邊叫誰 雨萱 那個比較可愛的 可愛的 紅色衣服的 我問他們 他們都說不敢 因為知道子子很機車 我說 有沒有要當分析師的 有沒有要當主播的 當主播的 也有 雨萱有沒有要當分析師的 我說我訓練出來 年輕千萬他們的頭長 那個聽人會很怕我 罵他們 他們就不敢 真的會怕喔 真的會怕喔 好 要扛送的 然後那個壓力 我剛才錄影前還念你一下 對 好 因為念那個剛才最辣的是那個 Kitty 對 他剛才穿彈裝 穿那個旗袍 穿的比平常還不好看 平常身材還比較好看 對 我要念他 我說你衣服為什麼 衣服比較大件一點 對 我還叫你要量他們三尾 我說我不要知道他們三尾 肯定要量他們三尾 對 然後要旗袍 結果你給他一件XL的 L 我說為什麼要L 因為店家沒有貨了 沒有貨不會別的旗袍嗎 他明明就十幾件旗袍 就別的size 別的顏色 然後他就說這個顏色我比較喜歡 對 我說這個顏色比較喜歡 可是size不合 我不是說尺寸最重要嗎 為什麼要穿旗袍 就是要合身 合身 所以你看 每天要開胃事情 但是我們很努力的把他夾緊 很多新娘子也是這樣 那不是你 那是那個 那是誰 那是那個 那是我們的化妝師 我們化妝師還是從東事情來的 還有兩三位 所以我們真的花很多錢 在節目上 花更多錢在專業研究股票三秒 今天4000人猛 4000人有沒有看到 真的 來 4000多人了 所以我跟你講 哪一個人敢講 敢講 哲哲是花 公讀無聲來的 我一毛錢都沒花 我敢給你賭1000萬1億 你敢不敢跟我賭 我不敢 真的人 要應徵公讀無聲 而且真的是公讀無聲 你還真的 我跟你講 你要參加我會員 因為我是全台灣可以請最多 還可以一次請4000個 對啊 很多人要花多少錢 一個人大概如果1000塊 一天一集就要400萬 你說假人頭也沒關係 那也沒辦法花那麼多 可是假人頭沒有辦法有些人寫那麼多留言 不行 是不是 當分證師年紀有限制嗎 年紀可能 對啊有嗎 你可不可以不要在這邊問我這問題 你自己丟履歷 丟履歷拜託你們可以不要 履歷自尊都不寫吧 這沒有時間的 這會看好不好 請問5000人要出一趟嗎 好問題 5000人這有點風險 我們看一下是5000人 而且有些人說這是公讀生什麼最好消 我每次還看點欲來確定是不是泡沫 真的 4000人略樂 略樂了 4000人怕 4000人叫略樂 有點樂了 有點樂了 這跟大家講 見準加碼了 這個一看就知道不是會員 好不好 來世界拉尾判 哲今天說的話實在太可愛 謝謝你 想要工作的就丟履歷 如果沒有錄取你 買賣不成人意在 不要生氣 因為有時候我真的很嚴 我看你如果自傳都寫的 都沒有寫自傳的人 我基本上不會錄取 是啊真的 很簡單 你自傳都不寫了 你真的經不起我的考驗 因為我很機車 我就是要求我自己要求120分 我只要求你們打8折 所以96分 96分 也蠻高的 還是很高 沒有啦 我自己要求你們就打對折而已 好啦這扯遠了 欸剩幾分了 去看一下再看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是神機最強 為什麼神機漢彈最強 你看 因為第一名什麼 神機第二名漢彈 然後最爛的是練8顆 我這個比例超級強 全份股每個人都會講 為什麼我今天剛好這邊特別強 我還是強調一下 我沒有去攻擊別人好不好 是因為很多人問我這問題 我不得不回答 好多人問我這問題 3005神機股價尾盤即拉噴漲停 有沒有看到 有 手段持股獲利虛報 5483中美金股價大漲超過6% 再賺很多新高 手段持股獲利虛報 有沒有看到 有 是不是是不是 是不是什麼 00940的成分股 結果我自己買什麼 00919 099還是會拉 還是會拉好不好 為什麼 因為今天是結算怎麼樣 結算日 而下跌啊 對 所以不要因為結算日下跌而怎麼樣 很難過 要開心啊 對 你可以買的比我低啊 我現在賠6萬啊 2385群光怎麼樣 上漲3%多 再創歷史新高 手上持股獲利虛報 是不是00940的概念股 是的 是不是 2385群光 有沒有 今天就算新高了 是啊 還有什麼一檔股票 那個5483中美金 00940的概念股 有水嗎 有啊 好來看一下 還有 小鴻海 華漢 華漢 股價大漲超過5% 創五年多新高 而且華漢 是不是我前年解密了 我說要買小鴻海 有 請問你 是不是那時候還在這邊 是的 我買 我只是蜻蜓點水一下 結果點個 亂點 願意安撲嗎 不論亂點或是隨便點一下 就上去了 寒水會結凍 你自己看今天00919成交量 那不是我造成的嗎 連我 只是 我跟妳講哪一天蜘蛇膝蓋受傷 我告訴妳都有新聞 我告訴妳 哇 因為真的有新聞啊 是不是 每天都有新聞 你看 就是要吃00919的豆腐 分析師 購2600萬買00919的關鍵 哪個分析師 就郭子龍啊 知道 《共產時報》報導啊 沒錯 有 所以妳要選最好的分析師 好不好 來 還有什麼 最後了沒有了 欣欣 欣欣點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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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去吃惡化 不去馬後炮 妳去想想看 妳要怎樣的分析師 好不好 今天台灣股最強的都是我的股票 那妳不知道我是沙沙誰 哪個節目沒講00940 最強不就是我講最久的成績嗎 我10檔 她成分股有 她成分股50檔 雖然只公布10檔 可是10檔裡面我只告訴妳 就是成績我最喜歡 有 一開始還沒漲 跟我00919不是一樣嗎 先買先賠 跟我的美債不是一樣嗎 先買先賠 現在賺多少 現在賺400多萬 前陣賺700萬 我沒走 因為我答應妳要賺1000萬 有 1000多萬 至少1000萬 所以現在00919我買了賠 妳要不要跟我 可是這個是短的 我先跟你講一兩個月 我都講得很清楚 接下來我再多買一點美債 所以今天恭喜神機暫停版 是不是 是 最強的神機 最強的中美金 這些就是妳要的分析師 00940成分股 甚至00919的豆腐 00939的豆腐 各式各樣 0050 0056 00878的豆腐最會吃 為什麼 我靠這個賺大錢 為什麼 因為我是全台灣第一個 講吃豆腐 講投信反而吃豆腐 我靠這個就賺錢了 我靠這個就賺到幾千萬以上的身家 光靠這一種操作模式就夠了 昨天我還說習慧會拉低頭高嗎 不是嗎 對啊 所以靠這些就是賺錢 所以妳一起想看妳要怎麼明明 想清楚了 所以我有這種方式可以賺錢 是的 想清楚歡迎哪一派群 00866 8085 來接下來倒數七天 妳不要最後一天問妳 有沒有別的豆腐 因為史上最大豆腐是誰 史上最大豆腐是誰 00940 009401700億的買盤 大概現在買一買還要1400億 是的 妳少一天進來怎麼樣 就少賺了 少一天進來就少賺一根斬停板 不論對我做的一切一切 預告前面 不論對我做的一切一切 預告前面去想看妳要怎麼分析師 也預祝各位能夠賺大錢 記得打電話來 08066 8085 080來來搬搬搬我 或加有LINE 失去我 告訴我 妳有賺錢的需求 我才能幫妳賺大錢 謝謝各位 看見投資長吃00940 成份股的豆腐的威力了嗎 趕快來電 080066 8085 080066 8085 史上最大的買盤來了 妳在等什麼 趕快去撥打電話吧 我們下次見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 S178 Teregrine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178 Teregrine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都是假帽 最後是三個帳號 謝謝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 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